慈禧太后为什么被称为老佛爷 在很多影视剧中 演到慈禧的时候 下面人总是恭恭敬敬地称呼她为老佛爷 别人也叫她老佛爷 慈禧太后也总是很高兴 那为什么慈禧太后被称为老佛爷呢 后世就有人揣摧 说慈禧想要得道成仙 所以喜欢别人叫她老佛爷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 慈禧曾经扮所观音菩萨 照过一张很大的照片 而且宫中上下都称呼她为老佛爷 当时这个照片 慈禧是头戴披露帽 身穿袈裟 旁边站着李莲英 崔志桂 还有庆清王一筐的四女儿 这四哥哥 四哥哥扮的是龙女 李莲英扮的是善才童子 其实啊 老佛爷确实是很敬佛 很崇佛 不过你看那照片 她手中拿了一个镜瓶 办做观音大事 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达到 调整自己的心绪 达到养生的目的 这说起来啊 慈禧太后的日子不是太好过 尤其是闹太平天国那一段时间 每次一上朝 军机大臣们 禀报军情 那都得如实上报啊 这时候照顾不了她的情绪了 比如你看一封八百里下级的军报报上来 通常又是太平天国啊 他们又攻下一座城池这样的消息 那这个消息 慈禧一听 谁心里好受啊 那当然是又生气又着急 脸色也会变得特别难看 你看 尤其是女人啊 经常动气 那就会干脾不合 腥胃不合 肠胃不合 总而言之 全身不合啊 内分泌失调 那这样一来 她的健康和这个政务啊 就处理国家大事 就和她的身体健康 就有着很大的联系 所以说有时候啊 你不要以为 有时候在这拍马屁 是吧 比如说有人就是说 八戒领导说 这领导啊 你太辛苦了 这工作非其忘实 啊 不能这样啊 你的身体不是属于你自己的 是属于啊 是属于大家的 这话得分什么时候说啊 你比如说这个时候 跟慈禧说 这话倒还真不假 那慈禧的身体 确实是关系着 大清王朝的命运 这也是真的 所以啊 这伺候时间长了 他身边的太监 宫女都养成了一种习惯 每当慈禧 这阴沉着脸 很生气的退朝下来 他们就得察言观色 看到慈禧太后 老佛爷 神情不悦 那所有的人 那赶紧这大气都不敢出 等着他发话 这时候啊 据清史记载 慈禧会很自觉的 调整自己的情绪 他会马上回到宫中 哎 到一间静室 这静室里面啊 往他打坐 修心 这静室里面 供奉着白衣大事 慈禧到了里面 在佛像面前 一坐就是四十分钟 不管有多急的战报 军报 都不许报告他 谁都不能打扰他 在这段时间里面啊 他一心礼佛 心无撒念 专心念经 以此达到稳定情绪 洗涤心情 礼佛的时间 够长 哎 能让他冷静下来 很好地消除心绪不定 这四十分钟一过 自己再从里面 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脸色多云转情了 变得和颜悦色 继续处理朝廷政务 有一个故事 是关于老佛爷 这个称呼的来历 话说当年啊 慈禧太后在宫里 听说江湖上 有一位非常有智慧的高僧 大德高僧啊 和尚 这个和尚特别擅长 画观音像 而且还特别擅长 画各种各样的菊花 兰花 这慈禧太后 首先是非常尊宠观音 大师 是吧 信佛嘛 其次 自个儿的小名 就叫兰儿 所以一听这个传闻 就当即派人 把那个和尚 请到宫里来了 和尚来到宫里之后 慈禧却把这事给忘了 过了好久 这才想起来 就出了一个题 问众人 问谁能够在五尺长的宣纸上画出八尺高的观音呢 你想 这可能吗 五尺长的纸上画八尺长的观音像 那 那怎么画呀 那不可能啊 不能画到桌子上啊 这明显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嘛 但是 谁也不敢言语啊 其实啊 慈禧正是在出难题 专门在试探这个和尚 看是不是真正的高僧 哎 这时候 果然 那和尚站出来了 说贫僧愿意遗失 这和尚回去之后 就琢磨 这事怎么办呢 这慈禧老太后 出了这么一道难题 五尺的宣纸上画一八尺的观音菩萨 那 那 那怎么画 两张纸给对起来 那那也不行啊 那两张纸对起来 那又一仗了 是吧 想来想去 想去想来 哎 突然 想出一主意 就 挥毫泼墨 刷刷刷刷刷 精心的 画了一幅观音像 交给慈禧 你 交给慈禧之后 慈禧太后展开一看 这幅观音像 那 真的是与众不同啊 那平常的观音像 咱们见到的 那就是观音 是吧 观音菩萨 怀抱 镜瓶 站在图中 但是 这幅观音像 这和尚画的 却是 镜瓶 在地上 观音菩萨 弯着腰 去拿 镜瓶中的柳枝 和尚解释说 他画的观音 那是 上身 四尺 下身 四尺 那你看 弯过来腰了 但是夹起来 是八尺 这是观音 在弯腰时候的样子 那执起身来 正好是八尺 老佛爷一听 这和尚聪明啊 太棒了 厉害 不错 打赏 就问这和尚想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呀 是在重塑金身呢 还是给你修个庙啊 还是啊 让你给你封个什么 国师之类的 但那和尚说 什么都不要 他得以说 他什么都不要 这让慈禧老太后觉得 哦 真是一位高僧啊 你看 什么都不要 人家修行多好 是吧 这我的道行还不行 所以啊 看来我在佛法方面 这个造化还浅 我还得再继续修炼了 我干脆 我干脆出家吧 他这么一说 可是呢 哪可能啊 是吧 他是执掌天下的西太后 哪能随随便便出家呀 这时候一听他说 他要出家 旁边伺候的太监宫女 扑通扑通扑通 全都跪下来了 尤其是大太监李连英 人家能当大太监 那就证明 人家在揣摩领导心思上面 那还有一套 李连英扑通就跪下来了 赶紧磕头说 您是我们的老佛爷呀 不出家 也是老佛爷 这句话一说 就说到慈禧太后的心坎上了 随后啊 这老佛爷这个称呼 就不紧而走了 就证明 这慈禧太后 您不出家 那您也是佛门中人 也是老佛爷 这件事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 那就是马屁 应该怎么拍 这个马屁拍的就光光响 太厉害了 其实啊 关于老佛爷 还有很多其他的传说 有很多人都认为 老佛爷是慈禧太后的专用词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老佛爷啊 你看 这实际上是清朝历代皇帝特有的称呼 皇帝特有的称呼 不是太后啊 最早的时候 其实你看 康熙就被人称为康熙老佛爷 到了乾隆 也被人称为乾隆老佛爷过 因为啊 清朝是女真建立的王朝 女真族里面身居高位的首领 就叫满柱 这清朝建立之后啊 就把这个满语的满柱 这满柱是满语吗 就给翻译成汉语 那就是佛爷的意思 就成为清朝历代皇帝的特有称呼 慈禧太后让别人称呼自己也叫老佛爷 那意思其实也就是像和这个历朝历任的皇帝一样啊 男性的皇帝一样啊 这个享有同等待遇 狭一级啊 平级是吧 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 最起码听起来 我也和康熙啊 乾隆啊 那些皇帝啊 是享受同等待遇 不管怎么说啊 慈禧太后的修身养性之道 和她信佛也是分不开的 信佛最起码能达到静心养生的目的嘛 而她能够活到74岁 垂帘听证40多年 要说这真不容易 你看慈禧太后这一生 幼年丧父 后来丧母 27岁又丧父 这皇帝老公死了 41岁 儿子也死了 同志皇帝也死了 也驾崩了 这内忧外患不断啊 那太平天国闹得多大劲啊 三分之二了 中国都差点让人家给占了 还需要周旋斗争啊 和皇职 还有其他的什么武序变法 等等等等 哎呀 这帝党后党之间 可谓是纷争不断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影 这说是慈禧太后 年轻的时候 遇上一个算命的 这算命好称是神卦呀 看了慈禧太后的相之后 当然了 那时候慈禧太后还没有进宫 还是一个简单的民间小丫头 叫兰儿 兰儿进宫之前 遇上了一个算命高手 算命的一看她 哎呀 吓坏了 说为什么呢 说你这个命相啊 看命相你是 克父 克母 克夫 克子 克国 克民 你什么都克呀 爹妈让你克死了 老公让你克死了 儿子让你克死了 将来你还得克国 克民 那你是天下第一克呀 黑克 可能吗 这就是开一个玩笑 后来杜撰的 但不管怎么说 慈禧太后这一生啊 你看 虽然是正物缠身 也确实很不容易 但是一直到年遇花甲 六十之后 哎 史上有记赛呀 也是风韵不减 精神结束 据说那个时候六十多岁了 肌肤还特别好 头发也非常好 呃 除了想进人间繁华 人间富贵之外 应该也和他能够呃 很善于处理好忙碌和养生的关系 也有着很紧密的联系 不是说让你去信服啊 而是说要注意好 好好工作 好好生活